愿各位多多打开 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修行摆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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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十一世纪的伟大学者 帕当巴桑洁的心灵证言 由顶果亲者法王 加以论事 帕当巴停留在西藏 和尼泊尔边境的天瑞地区 很长一段时间 拥有无数个弟子 有一天 一个亲近弟子 在久违之后 抵达天瑞 看到上师如此年迈 而感到非常悲伤 于是他问 圣者 当你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毫无疑问的 你将从一个净土 到另一个净土 但我们将会如何 我们能够信任谁 面对热泪淫荒的弟子 帕当巴 教导了修行摆送 修行摆送 意义深奥 又简明易懂 诚挚认真的修行者将发现 这些祭送中的所有教导 都是正统佛法修持 不可或缺的精髓 钱财如同魔术表演 不过是诱惑与欺骗 听闻的人们 切勿被贪欲的神结 细服捆绑 巨大的财富 精致的华福和美食 即使你拥有你所渴望的 每一件事物 都无法永久 有所积聚 势必有所耗尽 无论你积累多少财物 迟早都会用尽 权势和地位也是如此 有起必有落 没有人能够永久占据 相同的位阶 所有的聚合 注定以分离为收场 在某个时刻 十万人聚集在一起 但几个小时之后 他们解散 生命是短暂的 出生 无可避免的 皆以死亡为终结 可曾有过任何一个生命 逃离死亡 某个人在累积了巨大财富之后 或许会心满意足地回顾自己的成就 并骄傲地想着 我是一个富有的人 然而 他也可能如此深刻反思 那些财富 有哪些 有多少 是靠着谎言 欺骗 牺牲他人的利益 而获取来的 长远来看 这些负面行为 只会招致痛苦 只要是以诚实正当的方法 来获制财富 用之于正途 那么财富本身 并不邪恶 财富 可以疏难解困 可以供养三宝 可以自助三团 以及帮助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 那些因善心人士资助 而受益的人 不可贪婪 应把领受的财物 仅仅用于修行 使者与受者双方 都应离于执着 把财产 视为在梦中获得的虚幻礼物 从究竟的观点来看 财富本身 不具有真实的存在 同样的 你透过不失 所获得的功德 也不具实体 也不是真实的 但是 他仍然能够带领你 真挚成佛 成佛的一个面向 即是离于 对所有现象的执着 然而 一旦你被贪欲控制支配 你的双手 就会被贪欲细服 你的心 就会被贪欲封闭 不但无法不失 甚至 连目睹他人 慷慨不失 也会令自己痛苦 这种态度 制造了投身恶鬼道的因缘 在恶鬼道的众生 无时无刻 不受饥渴的煎熬 强烈的执着 甚至会使我们 落入地狱道 承受剧烈痛苦 在佛陀注释期间 一个拥有一只 美丽托波的 比丘过世了 由于这个比丘 对托波 具有强烈的执着 因此 甚至在遗体 被焚化前 就投身为一条毒蛇 这条毒蛇一出生 就盘卷在托波内 对所有接近的人 发出威吓的嘶嘶声 这件事 传到了佛陀耳中 佛陀说明了 那条蛇的来由 然后 佛陀用真言 规劝毒蛇 弃绝恶念 结果 那条毒蛇 历时离开托波 跑入森林 然而 毒蛇的执着 与称恨 仍然十分强烈 以至于火焰 从他口中冒出 他死了以后 即刻投身 炎火地狱 在同一刹那 火葬比丘的柴堆 被点燃了 于是 同时有三把火 毒蛇口中之火 地狱之火 火葬柴堆之火 燃烧着 人们替那个不幸的 比丘 取了一个绰号 燃三 在早晨 供养水供石子 于傍晚 供养烹煮食物的炊烟 可以疏解 恶鬼道众生的 饥渴 惧苦 尤其 当我们用大悲心 来做这些 供养的时候 效果更大 爱 何了无执着 是真正的 慷慨不失的基础 我们应该 慷慨大方 尽可能地 不失给那些 急需帮助的人 身体 只是一个 沉装各种 污物的皮囊 听闻的人们 切勿 教养他 装扮他 我艳冠群芳 一个美丽女人想着 我可以诱惑任何 我想诱惑之人 事实上 他动人的身躯 不过是一堆血 肉 淋巴 骨骼 和排泄物 一点也不漂亮美好 人生 如同一纸 盛装了排泄物的 精致瓷瓶 一打开它 就令人作呕 我们耗贝心思 来照料身体 用最鲜美多汁的菜肴 喂养它 用最时髦的衣饰 装扮它 努力让它看起来 比实际年龄年轻 是多么的浪费时间 除了目的 身体 身体没有其他归宿 在目的里 它将被本化 被埋葬 或被用来 喂养鸟情 受到最无用的 动机的驱使 我们投入商场 与对手竞争 毫不犹豫的撒谎 欺诈每一个人 使我们在追求 无用目标的同时 增添了恶业 而且到最后 我们永不厌足 我们的财富 不够巨大 我们的食物 不够美味 我们的欢愉 似乎永远 不够强烈 当我们拥有足够的食物 来维持生命 拥有足够的衣装 来遮身壁体时 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我们的心灵上师 有了这些 就心满意足 他们从不贪图奢华的衣饰 或价格高昂的精致佳肴 他们嘲笑安逸和名声 因此 我们平日对身体的关注 及无功德可言 然而 它却可以成为修持佛法 价值无可估计的工具 可惜的是 我们只能短时间 使用这个工具 直到我们死亡 因此 我们不应只是尽可能地 让它享受欢乐与舒适 我们必须善用它 用它来趋近证悟的境界 如果你无法停止迷恋身体 那么你的执着与贪爱 只会增加 我们应该把身体 视为一个幻象 一个梦中的色身 我们应该只给予身体 必要的照料 以维持良好的健康 然后把全部心力 用于修行 如此一来 我们有朝一日 就会变得跟菩萨一样 菩萨毫不执着于身体 随时准备布施 他们的四肢 眼睛 甚至生命 来利益他人 家人朋友 不比一场魔术表演 来得真实 听闻的人们 切勿被自己 对亲友的喜爱 所束缚 光是看到家人和朋友 就会令我们高兴 一旦听到子女的哭喊 我们就满心焦虑 这种情绪支配我们的心 让心偏离正途 在一生当中 我们执着于那些 亲近我们的人 并为他们的死亡 与自己的死亡 感到恐惧 有时候 我们或许会想着 要独自前往山间闭关 全心修持佛法 然后我们犹豫不决地想着 谁来照顾我的家人 我的事业 我的田野呢 于是 我们持续延后修行的决定 即使 咽下最后一口气 我们的心 仍然殖民于挚爱的人 无法平静 并安详地面对死亡 祈愿投身净土 把周遭世界 所有亲近自己的人 及所有财物 视为一场魔术表演 不具有任何真实的存在 是重新坚定决心的最佳方式 一个魔术师知道 他变化出来的鸟琴和马匹 是不具任何实体的幻象 因此 对他们不起任何执着 但是 魔术师仍然可以与他们相处 享受他们的存在 大多数人 过着家庭生活 一个家庭 维系在一起的时间 最多只有一辈子 而通常的状况是 家人相聚的时间 往往比一辈子少很多 在这短暂相聚的时间内 我们应该努力维系 彼此之间的完美和谐 同时尽可能的遵循佛法 让我们日日夜夜的 拜拜